最早的时候我们自筹了一部分 可能9万块钱 然后后来快化光的时候 运气比较好的 是遇到了我们一个Pray Angel 就王立杰 做早期的天使投资 然后给我们一个总资 大概10万块钱的支持 然后保证我们从DEMO版的产品 进化到一个正常版的产品 后来的话我们在12年的5月份 拿到了IDG和蚂子 以及尼正东的天使投资 这个东西是我们团队 这一年的一个产品开发 和内部运作的一个资金 我们从11年的年底 就开始去找钱 因为当时钱其实也花了差不多了 后来的10万块钱花了不少 我们自己没有什么钱 必须靠资本的这种东西去推一把 当时也完全不懂 想怎么办 投过这个商业计划书 就广泛去投 去微博搜 谁是天使投资人 谁是机构投资人 投一圈鸟无音讯 也不懂 后来就因为在聊 就和自己的校友聊 跟老师聊 这个怎么办 都没人理你 他告诉我 这个东西你不要这么干 然后呢 当时比较有效的时候 就是通过朋友介绍 一方面就通过清华这一块的资源 他因为有很多 包括VCA这个行业的 包括创业这个口子的 一些朋友 一个介绍一个 一个介绍一个 就能够接受到一些 比如说 一些著名的天使投资 也包括一些VCA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早期的一个哥们也是从这个做私募出来的 他自己有一部分的这个这个人脉基础 然后呢也是介绍了一些这个VCA这一块我们去谈 而早期算下来我们从一年底到最后拿到钱大概是花了三个月时间 我大概数了一下可能谈了大概三四十家吧 从大小的这种机构 然后这种个人 当时有个比较有一个特略 觉得说没有经验嘛 我们怎么谈 第一个谈就是先找不靠谱的谈 就一看就不会投这种小额的呢 不会投的 先去谈 就学学经验 谈了以后果然这毫不悬念就把我们扶掉了 然后就说OK差不多有一点经验了 产品也差不多雕 雕足了有一些想法或未来的一个规划也清楚了 那我们就找相对靠谱一点的机构谈 然后比如就是包括我们 包括IDG 然后包括北极光 包括成心创投 这些都是谈 后来也对我们都比较感兴趣 但当时策略是谈完以后 如果再不靠谱的话 就找个人天使投资人谈 但是还幸运的是 我们谈到比较靠谱的机构的时候 就差不多搞定这件事情 因为对于IDG这种企业而言的话 还是主要以这个A轮以后为主 天使比较小 所以说对我们的这种同一阶段的相对少一点 就需要这样的一种大天使去支撑我们 需要蛮子或者你认中这种大拿的这种人格魅力 就是你说机构去支撑你以外 你还需要 蛮子一千多万粉丝 他不是经常讲吗 一千多万粉丝 转一转也是有效果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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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